苹果直级神秘巨人雪山献踪 中部的深深藏着巨人 在荒叶漫草中只见巨人被败埋在土中 露出猙獰的脸 挣扎伸手向天的双手 还有想从土中挣脱的右脚 看着让人心里头直发毛 虽然这是巨人雕像 但诡异画面连原住民附近居民都觉得恐怖 我是吵的 现在看起来很恐怖 手伸出的上面 脚、脸好脏 所以看起来很恐怖 我觉得可怕 我会怕 再惊悚、再阴森 民火记者也要去现场看个究竟 记者来到和平区达官村 这个废计超过20年的雪山花园农场 终于找到巨人雕像 记者身高170公分 但这只手大概高6公尺 一次还要高很多 巨人的脸大概有5公尺这么长 眼上表情栩栩无声 但巨人雕像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原住民说 当年业者要开发时 长辈曾跟他们说 这里有坟墓要小心处理 但业者没理会 这个是坟墓 不能挖 这个还是继续挖 挖了第二天 第三天就会是 发生意外了 挖土机司机不胜 罪骨死亡 被买的时候 手伸出来 伸出来 还有他的脚有一些伸出来 连一半这样子 但是为了纪念挖土机司机 也有人说这里是 原住民勇士设下日本飞机的地点 这个神秘的巨人 吸引许多游客来拍照打卡 这有没有鸡啊 这有鸡啦 这有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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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开发发 发源农场业者的家人说 这个巨人雕像是 韦波艺术家设计 和挖土机司机意外无关 众新闻综合报导